书接上会 穆拉德往寺外 轻着脚步升了 仔细一看 不好 因为四个人 是从四角都来的 李承葛云 罗燕 都是拿着家事来的 那一同提着自己的三十六节 清中间 葛云拿着自己的剑 罗燕拿着金被砍山宝刀 他一瞧是奔着他自己 来者都不是范范之位 三十六记走回上侧 他飞身一起刹 跳起了有一让多高 鞋子里出去也得有两让 他刚望下一落 正好落在了葛云的身前 葛云说我早在这儿等着你 呀他擦又一起身 他又望前一飞 葛云跟着他 刷又落下了 我也在这儿等着你 咳 莫拉德知道不好 碰声硬敌手了 只好伸手望前进身 说一声小背 马行走 还没等他过来呢 后背就有人一刀 罗燕说你交代到这儿吧 啪 这刀子迷下来 他往旁边走一闪身 底下 三十六姐青龙边就 孤树盘根 缠住他的双腿 一兜手 扔出去两丈多远 孤得如一溜滚 葛云飞身一脚踏住他的后心 你还想走 四人独你一个 你可也真罢了了 马尖头龙二辈就把这个 莫拉德绑了一个结结实实 哈哈哈哈 你问你问 对了 就是我们 告诉你 我们都叫什么名 这几个还真都报了报名 完了之后压着他赶紧的回奔行营 到了行员里边 于谦正在中间落座 两边喊跪下 我无缘无故被尔整捉住 抓来就当这个当那个 凭什么让我下跪 于谦一笑 呵呵 莫拉德啊 他已经知道 他叫莫拉德 他愣啊 莫拉德 直到现在 你还想着 不认你自己的罪过吗 告诉你 本不愿 但就是于谦 啊 莫拉德知道 大事已去 那旁边就是 北国的将军罗燕 你再看看 把你领了来的是什么人 李真姐那边转出来了 李真说 莫将军 是我把你领来的 哎呀 莫拉德把脑子往前一打了 我命休矣 于谦说 给他把绳子解开 做给他大声 是到现在 莫拉德 在你面前摆着两条道 一个是你 如实的说来 一个是 那就没有办法了 不是本贯能够做得了主了 那个暗意思就是死了 莫拉德一看到这个时候 嗨 也到罢了 于谦 算你们高明 我就如实地跟你们就都说了吗 这莫拉德 一字没了 从瓦斯野前派自己 到中原来到这儿都怎么做的 怎么组织的 介绍的是谁 跟谁见面 几乎是通全招人 哦 于谦一听 都是真的 让他化了牙 写的完本了 那好 你还认识个杨明 不错 那杨明是王阵的内地 跟我很是友好 我还真是通过他帮了不少忙 嗯 好 于谦点了点头 那么就对不住您了 您知道两国作战 我们到不杀来时 因为您不是来时是被俘之将 因此呢 就得压了下去 莫拉德说 现在就把我万挂千刀 也不是你们的不对啊 把莫拉德压了下去 来人猫 说现在有前国公 慕成驾到 于谦说赶快见 前国公啊 一来到这个地方 见着于谦 先打了个海上 按援于大人 盼你像鱼盼水一般啊 汉苗告语 您可到了 苏仲在眼 那于谦担心 就是这个前国公 如果前国公 慕成 他要跟这帮责寇们 要一伙 那可太不好办了 于谦一瞧 他这个意思很好 他只是有些事情 不知道 啊 赶紧 请着这个慕成来到里边 慕成一到里边 有人把茶给准备了 谁预备饭 慕成却摇手说 我不饿 我先跟于谦你说吧 从我到这儿来 老邱八一遭返 小邱八带兵一走 我是怎么怎么安置的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我现在可以说是 腹背兽敌两肋架工 闹的我 四面不够 八面不是这么回事 圣上 来指还追问的挺急 于谦一听 老人家 您先稍候 我先给您件东西 您看看 一 是两封返书 二 是现在 穆拉泽刚刚招的口供 就把这些个 都给 钱国公 慕成看了 钱国公 没等到 都看明白 他 他一拍桌子 就站起来 喊了一声 岂有此理 这不是 让我骂名前载吗 分明老邱八 是好人呢 甚至 这些所有的将军 都敢拿脑袋做饱 老邱八根本没事 小邱八这次带兵 也没有惹什么祸 没有什么说 见谁杀谁 害了多少人 这都是他们 这这这这 气杀我也 如此说来 是我 慕成之过 母亲这公父亲 那边就过来了 说叔叔啊 事到如此啊 咱们赶紧 得把老邱八放了 快 马上 下令把老邱八 给我调了出来 而且让他 官服原职 慢着 于谦 你一失价值 亲宅 得你发令 于谦说 老人家 既然您都说了 就按着您的做 我看也应该如此 而且 小邱八我见过了 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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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见着你 把详细一提 当时还报的长万年 没报真名 那好 周了嘞 等把小邱八招来了 一看于谦是价值金钗 不是他见着的那个长万年 小邱八就傻的这个地方了 我前文书说过他带着四万兵马 于谦说 我有一位好朋友 可以把这个事情能够弄清楚闹明白 小邱八还笑了 小邱八说 我的好朋友啊 您是个正人君子 您要说有什么事给我帮忙 特别是 像您狭义行为 拔刀向主 入肩不平 杀坏人 帮好人 这我都信 甚至 您说到做到 可是要想翻我这件事情 谈何容易 这是皇上那头的事 是圣旨那头事 哎呀 闹了半千事 我说错了 这是价值钦差 他跪地下磕头 像鸡签一样 头碰地皮 磕破了 谢过 大人的恩德 是两眼落泪啊 一牵下来了 双手把他抱起来的 哎呀 小秋八 你我不是弟兄相成吗 现在 仍是弟兄 那老秋八一听 于谦跟着儿子论哥们 也落泪了 于谦说是 你已经是完全无罪 你父亲是被屈含冤 本官我要给道歉 有些事情 没有闹清楚 受了这么些个灾难 把一切都闹明白了 现在让老人家官夫原职 你也是官夫原职 这爷俩的事办完了 所有的将军的事 那该怎么安排怎么安排 这都好吧 王傲大家伙都来了 连清国公 前后大小说话 十四位将军倒在一起 于谦 就把自己这次出来 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一查民情 二查 物力贪官 不法王臣 以及 梵边的北边的瓦刺 还有洞庭的则扣 云南的作案 人私发的走反 等等一切 这都是圣旨上跟我说的 那么现在大家看看 一个是边庭云南作乱 一个是洞庭现在告急 大家看看 该如何是好 我们先打哪一边为主 一个是云南 一个同瓦族那边 也非常闹的 现在洞庭也特别厉害 看看咱们怎么办为事 这些将军们 开始一个也不知事 闷了好长时间 木清第一个打开了承诺 木清说 大人 以闭关之欲见 以洞庭为主要 因为那是心服之患 它是内乱 这个边庭云南地带 人私发 正是我带着兵管理那个地方 这个人私发 兵多将广十几万人 闹得挺凶 如果咱们中原大兵 唤一去要跟他应对 他是带兵就跑 刷虎就不见 他地里又熟 竟带着一些个马队骑兵 他跑了 你找你都找不着的 他一出去 好几百里路 你真要是大兵追脚 咱们良想不足 又没有圣旨 后续无缘 没有大队 确实不太好办 所以这个人私发 现在就让咱们打 兵威将寡 追打困难 要想打他 那得大兵 全部的调不好 可不是 就现在咱们一句话 打 嗯 于大人 我的意思是这 人私发 那个地方 暂时不能动的 嗯嗯嗯嗯 于谦说 将军清讲下去 母亲说 这个边厅 咱们先不管他 这个东庭 可倒是内浮之患 比方说 咱们要去打云南 打边厅去了 那个东庭姐家里边 来个窝里返 而且大人 不说自明 咱们大家会心里边都知道 东庭里边有什么人 他这话书中里边交代 这东庭里边有的人呢 那干脆是王震和王阴的人 是家里的人 母亲说 这大家伙 咱们自己心里都明白 所以说 如果不把家贼除掉 外货严能平复啊 于大人 可不知道 我这捉剑对与不对 于谦点头 把几个折子拿过来 让大家伙来回传约看看 大家一看 母亲方才讲的是完全都不对 跟这些折子合的都 一点缝没有 特别于谦的意思 也正要如此 大家几乎是一口同声 大人 我们那就先打洞庭为主 于谦说 穆将军说的完全都对 那就一打边庭为主 把兵马整治好 只不过有这么一点是个事 那什么呢 咱们得请兵 现在看 还是兵为一见夸 散时离开此地 到贵州 前边有个县叫三河县 咱们在那个地方 修整一段 写这章 走进京城 秉明圣上 请兵马 好打洞庭 因为那地方是水寨 还需要一些水军帮忙 大家说好 于谦安排好了 大家奔三河县去 往那去的功夫 你像王傲了 张荣了 李祥了 人家这些兵可都不能动啊 于谦有权动这些兵 你得干什么 你要什么也不干 说我就上边境 圣上五指 现在未定 旨意没下 你就叫兵 那个不行啊 那违法 所以这些兵马 当时于谦没敢怒 带自己一些个随从的官员 十几个人在一起 在这一天的中午 他们就到了贵州的三河县 到了三河县这个地方了 左右 瞧了瞧 街面很是热闹 扑面鲜明 当然了 你像贵州和这个河北一带 以至于京城那个地方 那有些个风俗习惯是不一样 吃喝也有很大不同的意思 于谦说 诸位 咱们找个饭店 你看 双黄的饭店 很是宽敞 里边还很干净 门口有火气 正在招揽顾客 几个人 跳下来坐机 往前来火气 一看过来 哎呦 哎呦 可爷 您赶紧往里 请 我们这啊 饭是招吃不贵 得说干净利落 快快快快 有人赶紧得接马 得拴好了 个个都望里让 几个人到了里边了 一个桌还真坐不下 分成两个桌 于谦这边 罗燕葛云 这几个人坐在一起了 呃 伙计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好吃的 好喝的 我们是走远路的 呃 走乏了累了 吃点好的没关系 呃 多花俩钱也不在乎 有什么好的 你给我们啊 说一说 哎呦 几位客爷 我跟你说说 这伙计啊 就给眼见介绍 说 有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人就开简 把菜都点的完吧了 酒也给烫上了 大家正要吃饭 喝酒的这工具 突然就听到街里边 哦 一阵大烂 嗯 大家都牛脸 往窗户外头一敲 那个火 却正好端着菜过来 赶紧就冲着于谦 这些人们一摇手 那意思 嗯 别看 嗯 于谦一合去 怎么还不让看呢 那哪能不瞧瞧啊 窗子又开着呢 往外一看 哎呀 外头有三四十人啊 都光着膀子 撒着板带 什么模样都有 有的体格好的 有的体格绕的 那体格好的胖大 窥围的护熊猫都有多老长 有拎着刀子 有拎着鞭子 拎着棒子的 中间呢 捆着两个人 这俩人呢 其中有一个四十左右寸儿小胡不长 还有一个五十多寸儿也留着胡 这俩人被上身扒了去了 拉拉扯扯 这个一脚 那个一脚 你想四十多人听了 当堆着 还能看热闹的 可见总子 现在甚至于前往那边的房上一看呢 树上都有人看热闹 还这儿正是个热闹街的地方 就在饭馆外边 就在那个地方 坑坑坑 可也快腾有多少人 跑了两个大坑 买了两个庄子 就把这两个人 活活的就绑在这个庄子上了 捆了一个理气道外大道 于前一看这是什么罪犯 不用问 罪大恶极 否则 不能民分这么大 这是怎么个意思呢 于前看在这儿 冲着于康一白手 那于康就明白了 于康就冲着火箭 火箭 哎 这位爷 你老是什么事 我跟你打听打听 外边这是怎么回事 嗨 你老问这个干嘛呀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走远道的人 是紧睁眼 慢张嘴 你少说话 不管事 三场不入耍天场 热闹场 都不去 去了惹了事 麻烦 翻不上 打架场 你去看热闹 棒 一砖头 给咱们笑声 谁也不打谁 无意中飞过来的 你了翻上 翻不上 你别问这个事 于康说 哎呀 我呀 还真好奇 这大哥 你无论如何 给我说说 来来来来 一身手 拿过一块银子 那钱不少啊 他就给火箭 就塞在手里边了 大哥 贵钱高低 你得跟我说说 我去拿着这个钱啊 还掖腰里边 好 那我就跟你老说说 被绑的这俩人 不一个四十多岁 一个五十多岁吗 那个四十多岁的那个人啊 是我们本地的县官 姓高就高僧 哦 这倒乖了 三河县 三河县 县官是一县父母官 最大的首领 这是谁把县官给绑上了 哎呦 爷爷 您不知道 您看着没有 在外边穿蓝段子 袍子背着手 来回溜达 有三十大多岁 那个样子 细眉眉大眼睛 啊 那个人稍微有点驼肺 那是我们本地的成熟 哦 姓杨啊 叫杨明 嗯 这于康对着杨明 这俩字还挺熟 是 于康说这个杨明成熟 他本身那是五官 但是 归人家县官管 他怎么到 斯外背着手 溜达县官 让人家抓住了 我看这意思 他不管 哈哈哈哈 哎呀 我跟你老说什么 也没跟您说明白 什么叫他不管 就是他抓住的 就是他绑上的 那五十多岁 那五十多岁也是他绑上的 要提这个 我给你介绍一个最大的秘密 你知道杨明的势力有多大吗 嗯嗯 这个可不知道 我跟您说 野曼说杀一个县官 就杀个州官杀个府官都不用卸调了 人家京城里边的门路大了 那葛云罗燕在旁边听了一个清清楚楚心里的话 门路大了 今儿个就要他的脑袋 请听下回